王公 王公 宣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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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公 宣伯爷 宣伯 宣伯爷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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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医师 王后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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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来拿药 羽儿 你没事吧 快来 来人呢 赶紧放给大家服用 大人 药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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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 大人 大人 坐下 大人 来 大人 薛医师 可不来 大人 大人 来 小薛医师 大人 皇上 他死了 大人 你起来啊 大人 是 大人 大人 这次宴会的鱼羹 含有一种有毒树枝 未调制前 试人不识 调制后 便成藤黄 轻量藤黄可入药 药量加大 引起腹痛 呕吐 再重 致死 对方使用这种药 是为了避过银针 何人如此大胆 王上 这次宴会 都是浩兰在负责 鱼羹被人投毒 浩兰难辞其咎 任由王上处置 李浩兰 厌惠事物繁杂 怎能只怪一人呢 负责膳食的女官 可在啊 王上 王后 这白鱼是贡品 由地方上贡一名刨除 一定是他所为 把那刨除带上来 王上 王上 启禀王上 那刨除不见了 许是因为今日宴会出入平反 所以 桥上逃跑了 一个大活人就跑了 有朝一日寡人脑袋落地 你们也不知道是何人所为 对吗 无用的东西 退下 诺 王上 谁是凶手 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 凶手是谁啊 果然不知 如果王上和羽儿死了 谁是最大的获益者 谁就是凶手 父王 父王 这是诬陷 我怎么可能做大令不到的事情呢 少妃 你无凭无据 可不要血口喷人啊 这鱼羹 我也用了 我检查过每一位客人的羹汤 唯独公子的那一份 无毒 王上 您都提耳听到了吧 这就是您的好儿子 他无非是想借此宴会 毒杀自己的父亲和弟弟 我未曾负责公宴 更不曾沾染除下 我怎么下毒 就算我要下毒 也不可能做得这么拙劣 引火上身 为什么 不说是羽帝做的苦肉计呢 故意要来陷害兄长 他们的清醒丸 未免背叠太及时了吧 你胡乱参议 殷医师下毒啊 殷医师要想毒死谁 那不是手到擒来 公子 天气渐热 常有饮食失当 医师馆常被清新丸百丽 以备不食之需 这是每年的惯例 你是不是要说 我和公子语串谋 宫中谁人不知 殷医师毒来毒往 不受任何人言了 公子这么说 无非是想脱罪 若说他无从下手 上至朝臣 下至宫人 谁人不赞公子 立贤下士 君子之风 如此居心叵测 偏偏拉揉人心 怎会无人效力 少妃 你放心 寡人一定要把这凶手 给找出来 王上 若非上天垂领 这苏怕是已经没有哭诉的机会了 我可怜的羽儿 无辜的梅少妃 和穷华公主 如今都病卧在探 她 要何宫赴死 以权她的野心 父王 我的鱼羹 曾经被李浩兰更换过 若说有诈 必定跟她有关 互处 此次宫宴 从始至终都是浩兰在筹办 若她下毒 那不是同样炎火烧身呢 她为何要下毒啊 李女官是蓄日宫的人 公子为了辩白 连王后都能脱下水 真是浪费了王后的一番栽培 李女官若要害你 一碗毒羹要死 岂不便宜畅宽 用得着如此大费周章吗 笑话 来呀 把公子娇 押下去 那 父王 父王你听我解释父王 父王 父王你听我解释父王 父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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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 今日宴上 你做了什么 公主所言 浩兰不明 你接受兄长的嗜好 让她燃起希望 唯一的目的 便是引她上宫 公主偶感风寒 卧床养病 未参加今日的宴会 宴会上的事 您字也不清楚 怎好随意揣测 我猜 你是故意打翻鱼羹 借机换了一晚 便是要引起众人的疑心 以为兄长 才是下毒之人 公主 谁来做未来的赵王 与我这个小小的女官 根本毫无干系 我怎会冒如此大险 偏帮公子雨 适与不适人 你心里清楚 夜里风大 公主小心风寒耕昼 请您早些回去休息 少赔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